安大家 我今天呢 來到了新竹 其實呢在出發之前呢 我就知道新竹被很多人 稱為美食沙漠海灣票選 覺得比較無趣的城市其中之一 有人說什麼Costco很好玩啊 建議可以去Costco 不然就是大潤發也不錯 不然麥當勞 有一間麥當勞我不錯 我推薦 但是呢我心中一直相信 沒有無趣的景點 只有等待被人們發現的美景 還有好玩的地點 那我們就出發囉 登登 巨城 好啦但我們今天呢 並沒有要逛巨城 我們身為一個外地人 當然就要開發一些 新竹有趣跟好玩的地方 OK Let's go 麥當勞 好啦新竹其實是有很多好玩的地方的 我前陣子就有在IG上面問 各位觀眾說 你們身為新竹有什麼推薦的地方嗎 然後大家就提供了很多的口袋名單給我 今天呢我們就會順著這些口袋名單 然後去找尋 這邊有什麼好玩的地方 不過呢如果你是中小企業的經營者 這支影片就跟你更有關係囉 這兩天呢 台灣雲四集有邀請我去體驗一下 數位轉型的店家 讓我去了解一下什麼是數位轉型呢 台灣雲四集啊 他們主要是協助中小企業的數位轉型 他們可以輔導店家網路開店啊 或者是協助他們一些網路行銷的資源 把雲端服務的門檻降低 如果你也是中小企業的經營者 就可以參考看看囉 各位我們現在真的要出發 好我們要開始了今天的第一個行程 GOGO GOGO 離開古橋敦區東門廣場 麻煩先低頭 為什麼要低頭啊 新準好奇怪喔 哼 他的支付方式只有信用卡嗎 我們可以用現金信用卡 LiPay iCash Pay都可以做支付 那如果要用那個呢 宅具也可以嗎 宅具也可以 好那這就是我接下來這兩天會騎的車車了 小黃這兩天就交給你囉 然後這次來的這些商店呢 也是雲四集有幫忙數位轉型的店家 像這間店啊 他們就是有他們自己的官網 所以等於是說我剛剛在搭火車的時候 我就已經先把機車的時間先預定好了 然後我的證件呢 也在那個時候就是拍照上傳 然後申請我的帳號 我覺得整個操作過程都非常的順暢 不需要把證件壓在這邊 是真的是一件很方便的事情 那他除了可以用信用卡支付之外呢 也可以用LiPay支付 就是還有一些線上的支付方式 整個就是非常的方便 算是整個租車過程 讓人覺得非常的安心 推推 我會把他們的資訊啊 就一起放在資訊欄 好了 那就出發 好啦 我要到了今天第一間要吃的店呢 這邊呢 這間店叫做原尾鴨肉飯 這間店為什麼會是我第一個選擇要來的店家呢 因為我在出發之前就問了一位 新竹人 他就是 聽說呢 他對新竹的吃得非常的了解 撩弱之狀 還有推薦我說 自己家店一定要吃是好吃的 好啦 那我們再進去吧 鴨屎來了 看起來巨汁好吃欸 然後這個是他的鴨肉飯 然後這個是小碗 然後我這樣兩個點起來 總共是120塊錢 嗯 新竹的鴨肉飯 好 嗯 因為他鴨肉是不是不是那種乾乾的 而是吃的時候會有點那個 鐵鴨脂肪什麼的 好棒 然後人生經驗體驗炒鴨肉 現在很興奮 你看喔 嗯 他跟我想像的味道也不太一樣 他其實 其實還很像是那種 酸辣的那個口感的那個味道 那個酸酸的味道 但他的鴨鹹就真的很餓 因為他料很多 我們都吃很多飯 然後夠辣 還不錯啊 我覺得算蠻特別 完食 我覺得鴨肉飯就是人家問說 鷹心族有什麼好吃的 我也想要推薦的 但是那個鴨血 可能因為我自己沒有那麼喜歡吃酸味 什麼我個人是覺得比較普通 第一件件就吃這樣 我覺得很讚耶 哎呦 許志軒 懂推喔 給過 啾啾 哈囉 不要這麼無視我嘛 各位 我現在到寶山鄉的這個星辰風堂 這我本來有預約他們的DIY 然後我要做爆漿黑糖爆糖 因為我有點遲到 我就有可能做不了人喔 它這邊其實是一個 低碳永續的園區 然後是由這邊的居民 還有他們的志工共同經營的 就是其實這裡有很多 跟小農有關的一些製作物啊 商品等等的 好了各位我們剛剛已經買好了那個黑糖爆漿包 剛剛遇到了他們這邊的老闆娘 然後我就說 那個我們 我們吃到了沒有辦法做那個黑糖包怎麼辦 他說做什麼黑糖包 沒關係啊 我們去砍甘蔗做冰棒 不過在那之前呢 先來試吃他們的黑糖包 各位 我現在來吃的呢 就是 直接流出 這個我都把它改名 正名叫做黑糖湯包 這個好好吃喔 它吃的翠玉就是他們的甘蔗 然後我把它吃下去的時候 就有個甘蔗香 然後還有黑糖的味道 因為它那個甜又不會太甜 我覺得是一個 就算你沒有很愛吃甜食 也可以接受的甜度 好 我們要去正式的採甘蔗 所以我們要戴上這個 非常重要的帽子 酷 秋秋 也要一起去砍甘蔗 這個陽光也太美了吧 這個都是甘蔗嗎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甘蔗本人 這樣子嗎 有力有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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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倒了 沒有 不可以ia太 好 好像剛剛櫥ディ Genau 直接幫你折斷 這次早上 沒接到 沒接到 tokens 感覺超好喝的 這是甘蔗囊殘渣 然後這個渣就是用完之後呢 他們就會被拿去堆肥 再利用 各位 如果你們要 就是來做甘蔗冰棒 或者是要做黑糖爆薑包的話 都可以 就是一週前就先來預約 記得要一週之前喔 然後大概體驗的時間 可能是兩到三個小時左右 可以完整的體驗 做好一個冰棒 都自己吃掉了整個過程 我們先來喝我們 自己親手炸的甘蔗汁 乾杯 這夏天來一杯 真的是直接太消暑了 超大隻的甘蔗冰棒 有甘蔗的味道 對於一個冰棒來說 我覺得這是個最棒的存在 一隻35塊 推薦大家 來 吃 然後這次來到新陳楓堂 它其實也是雲氏集 有協助數位轉型的店家 轉型之後大家就可以透過官網 就是認識他們 除此之外呢 還可以網購 我覺得有個清楚的官網 大家前來的意願也會比較高 我覺得對店家本身也是一件好事情 然後對我們來說也是 就是在你出發之前你就已經知道 喔這個地方大概是在做什麼事情 然後你就不會有那個太大的落差感 就是資訊比較透明 然後再加上其實很多 像這樣子山上的一些農場啊 很常都會 就是沒有辦法用電子支付刷卡啊 LinePay什麼的 但是像剛剛他們這邊轉型之後就有 所以其實 你在結帳什麼的時候 都會比較方便比較輕鬆 然後對店家本身來說 其實也減少了很多的麻煩 就是對店家跟對消費者來說都是好事 好啦我現在來到 給大家聊的莫簡單的餐廳 莫簡單料理 親愛的客官 這是本店的後門 請由名聲錄 一百八項進入 對不起對不起 沒看清楚 再見再見 謝謝 焦麻雞 剛剛老闆娘問他說推薦什麼 他說吃辣嗎 我吃 愛吃 然後他說一定要點他們的川味焦麻雞 我剛剛其實一開始聽到焦麻雞的時候 可能因為我太習慣吃泰式 立馬想到是那個脆脆的 但我剛剛看一下是 喔這個是川味焦麻雞 不太一樣 超香嫩 好 いただきます 就來吃第一口川味焦麻雞了 大拇指大拇指 絕對是大拇指 我最喜歡吃麻辣就是因為它有那個花椒的香味 然後我覺得喔 它真的很香 而且你要說它雖然三根辣椒 它的辣度不會太過分 你有吃一點小辣的人就可以的程度 而且它雞肉不會柴喔 那都是那種很嫩的 我現在嘴巴是麻掉了 麻歸麻 但是它沒有很辣 所以我覺得很OK 我覺得這個焦麻雞9.5分 老皮納肉來了 喔它好像是脆的齁 它是炸的 它的表皮納肉有一點點甜味 表皮其實蠻薄的 然後又很酥脆 然後中間的那個豆腐又很嫩 就跟平常習慣吃的有一點不一樣 但是也很美味 不愧是台式創意料理 這個很讚 很給過 所以我剛剛呢 點了一個石井蛋 但我覺得老闆可能聽成披薩了 所以他來了一個披薩 但它的份量非常的大 然後它的厚度呢非常的厚 比盤子還要厚 來吃吃看 它裡面這個蛋是有湯的 它是有靈魂在裡面的 裡面有很多洋蔥 我覺得是那個洋蔥的湯汁 然後讓整個蛋就是 哇 吃起來超juicy的 真的好飽 而且我感覺到我今天已經胖了 大概五公斤了吧 這一間目前吃下來 我覺得我真的非常推薦 你同時吃到好吃的食物 然後又是很適合 跟三五好友來這邊聊天喝酒 來新竹到現在 目前的感覺是 新竹真的是美食很多 但玩的東西稍微比較少一點 如果你是局限在新竹吃的話 可能的確會比較少 我真的覺得很讚 我們可以拍問一問 對啊 就新竹有什麼好玩的嗎 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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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吃的很多吧 這兩首選 每個都是這樣講 有什麼好吃的都 祝我們店 很棒的 好 我弄一個東西給你吃 祖傳三代 我是第一代 什麼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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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接下來會祖傳三代 第一家明星做的 好 像青椒 吃起來也像青椒 那法通要學三十年才會 這是青椒 老闆講的話只能聽三分 這是一個冰冰涼涼 有一點椒鹽 然後超脆 超juicy的青椒 很下飯喔 配一點啤酒什麼 當小菜 很讚耶 沒有吃過這種東西 那這一餐呢 吃起來總共是 730元 推推 百年老店 還差99年 我們等它 成為百年老店的那一天 到我們今天要住的民宿了 它叫霍者風呂 然後其實我之前去竹北的時候 也有看到霍者系列的什麼書店啊 或是餐廳 然後呢 我剛剛才發現說 這邊這家店啊 就是它其實五點之後就沒有人了 所以建議大家就是來之前呢 可以先透過地方網站先聯絡他們 建議大家如果來 一定要提早先處理好 我覺得比較安全 它們開得非常的快速 今天要做的呢 就是這個 倒浪風 這個43樓 很像是交易廳的空間吧 它其實一進來這邊就有一個 很香很香的精油的味道 就有個木質調的感覺 四樓 這是我民宿的樓層 然後這邊有個廚房 他說這是共用的廚房 就是這邊的東西都可以使用 打擾了 進來有一個植物的味道 我看到了 這個是他們這邊用的香味 整個讓這個環境超舒服的 就是你看進來之後呢 這邊就是一個很乾淨 你看這種純白色 然後木頭色床 然後旁邊呢 有一個你可以坐在這邊 彎五子旗的地方 太神奇了吧 這邊還有一個扇子 整個感覺超可愛的 真的覺得他們的每一個家具 好像都有經過思考 而且都完全的融為一體 你看他說這個房間是倒浪風 所以它裡面放的書 就是跟米啊 稻啊 錢啊有關的東西 然後這個是廁所 喔 以淋浴間來說 它空間算是非常的大 這個呢我覺得很讚 我真的是我只要看到有潤髮乳的 民宿我就覺得大加分 它這邊就是沒有主動提供牙刷 所以建議大家就是牙刷牙膏都還是要自己帶喔 我覺得整個房間風格我超喜歡耶 是一個很舒適很舒適的一個環境 我覺得目前我一直這間推推 然後我這邊就是平日訂一個晚上是3800元 算是單價稍微比較高一點的民宿 但我覺得從你走進來的那瞬間 它就是有無微不至的照顧到你的這個整個入住的體驗 第一個是進來的時候很安靜 然後進來的時候就會聞到一個很香的精油味 視覺上你會覺得它的裝潢擺設 我覺得算是做的非常用心 然後甚至每個房間都屬於它自己的主題 其實有的時候旅行一整天嘛 帶著一身的疲倦 然後晚上就是想要在一個好好的地方休息 然後隔天才有精神再繼續去旅行 感覺是幫新竹第一天的這個行程 畫下一個很好的一個句號 但是竟然都來旅行了 晚上是不是該去一個不錯的地方喝點小酒呢 嗯 你們說怎麼樣呢 我們現在來到東門市場 然後我們現在來的時間比較晚 已經11點了 所以大多數的店家其實已經關門 但是呢 晚上的店家也很多 就像我現在要去的呢 就是一個專門喝清酒的酒吧 媽咪 那裡有一個媽咪 喔 北海 不是我台灣來了嗎 它不是開到12點嗎 老闆 是我台灣來還是你今天關門啊 雖然非常難過今天店沒有開 但是呢 轉角遇到愛 這邊還有另外一家店 它叫做禁竹令 就我所知就是東門市場應該在很多年前就還是比較像傳統市場 但現在其實也開始多了很多就是開到比較晚的店家 然後我就有好奇說到底是誰第一個開始在傳統市場 然後進行像這樣的店家呢 就有點可惜今天有一些店沒有開 不知道是要早一點來還是要週末的時候來 如果你知道的話你們可以跟我分享 遠方在撥著紅豆 有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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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想要一個人來這邊 很安靜很安靜的秋 秋在這邊然後沒有人找到你 覺得可以來這邊 晚安 晚安 早安啊各位 民宿掰掰 來去吃早餐了各位 今天要來吃的早餐就是 阿婆早餐麵店 這個呢聽說是這附近的學校啊 學生都會來這邊吃 然後這個 新竹學生回憶中的味道 早餐店的旁邊呢 就是竹中 竹中的學生應該每天都來這邊吃吧 為什麼會選擇來吃這家早餐店呢 為什麼會選擇來吃這家早餐店呢 是因為我們這邊有位竹中的同學啊 其實說要來台新竹的時候 我一直吵著說 早餐我一定要來吃阿婆早餐 已經過了大概 12年了 那時候在看Google評論 就發現有很多人都是來吃一個情懷 就是小時候回憶中的那個味道 反正現在就是要來體會一下 12年前跟12年後的阿婆早餐 吃起來跟合憶中的味道到底一不一樣 如果你本身以前 在讀書的時候也很常來吃阿婆早餐店 可以留言底下分享 好大杯的 這樣一杯大家猜多少錢 一千十五塊 一千十五塊 它熱豆漿是十五 冰豆漿是二十 這個二十真的超誇張耶 還不錯 對 這是清爽路線的豆漿 好大喔 可惡 五十元的蛋餅 有油條 然後這麼大的份量 這個很誇張耶 好爽喔 你看 你今天吃這個超級大滿足 然後再加上這個豆漿 這樣子要七十塊 然後聽說以前更便宜 其實它差不多這十年之中 其實漲價幅度不高 就一直都是這麼便宜的狀 太幸福了 太幸福了 大家看橫切麵 來 大滿足 但我覺得就是油條 感覺可以來脆一些啦 有可能是我們來說 它油條已經放有點久了 那你覺得跟 紀錄中當年的味道 相差不遠嗎 以前我讀國小的時候 我國小對面就有一間蛋餅店 它其實就是超級簡單 沒有特別厲害 沒有特別調味的蛋餅 然後它只要十五塊 可是我覺得超級無敵喜歡吃 我覺得那是一個氛圍的感覺 我覺得就是它有一樣的味道 是一種單純的味道 下次大家如果來吃可以嘗嘗看 早一點來 如果可以吃到那個熱騰騰脆脆的油條 應該會很讚 吃完了 我覺得阿婆早餐店就是吃一個 就是可能某些人的回憶 我雖然還沒有吃其他東西啊 但是吃蛋餅我覺得味道就是OK 就這樣 停炒車呢 我現在來到這個地方呢 是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 然後我要去的呢 是在它旁邊的一個咖啡廳 它叫做赤子 它是一個 古卓店結合咖啡廳的一個地方 到了 到了 這邊 赤子 然後進來呢 這邊第一個空間 第二個空間這邊就是 滿滿的轉蛋 然後老闆感覺是不是非常 在收集玩具的人 好可愛喔 喔 我知道這個 我真的有看過 一層真的犀利 還有出他們自己的 打火機什麼的 是 是我耶 咦 咦 這個好可愛喔 我現在想不起來這叫什麼 卡帶嗎 卡帶形狀的小錢包 超Q 它的那個房子的破洞 它直接把它做成一個小房間 超可愛的 啊這個太Q了 各位以後我們店裡如果有這種動物不補了 我直接把它做成一個小裝飾 雖然是廁所 但我覺得很用心耶 我真的覺得每次去見咖啡廳我都會看他們的廁所 我希望我會來我的店的廁所也可以讓它漂亮 你看它整個地板都是這種 從復古的瓷磚去做成的 然後連這個浴缸 真的很傳統的台灣以前的浴缸 就是這種花色的 這邊二樓就是骨灼店的空間 欸它比我想像中的還大耶 照片上看起來沒有這麼大 二樓除了這個骨灼店的空間之外 你也可以把你的餐點帶到二樓 很漂亮耶 因為我自己也有開店 然後接下來也在裝潢的時候 看到這種很有個性的裝潢的時候 就覺得真的很厲害 然後覺得自己也要朝著這個方向 努力前進 我真的是看到這種老房子改建的店 我都會覺得很喜歡很喜歡 超開心的 喜歡 我覺得這家店的風圍真的很讚 很喜歡在這邊的感覺 現在來到的地方呢 是推薦度超高的一間甜點店 叫做100種味道 它現在是沒有提供內用 你只能外帶 然後聽說呢 很多人在這邊 點完他們的蛋糕 就外帶到旁邊的中央公園吃 然後有個很大的溜滑梯 Let's go 我買到了這個葡萄蘆肉坦 然後是170塊 然後我們現在就要去中央公園吃蛋糕 蛋糕又融化了 整個天氣太熱了 我以為是走路又走得到 結果這樣還是要騎車過去 到了 我現在這個公園是離剛剛 我們買蛋糕這樣大概3分鐘 然後是在一個中央公園 很奇怪大概3分鐘的路程 我先來吃蛋糕 這個葡萄看起來超好吃的 它其實有很多口味 然後我每個都很想吃 可是我看到這個葡萄內村就覺得 我要買它 我只是要買它 它吃起來有一個大滿足的感覺 各位 我們的旅程已經來到了尾聲 我覺得新竹完全沒有讓我失望 甚至還讓我很驚豔 然後甚至有幾家是我覺得未來 有人問我新竹有什麼好玩 我都會想要推薦的 你們新竹人搞得自己更有自信一點 再說巨城了 雖然巨城其實看起來不錯玩 害我有點想要去一下 但是不要直說巨城 還是有很多很酷的地方 謝謝大家這段時間都愛待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活著趁過這一回合 各位這邊那個危險動作 請募模仿 這是有專業訓練的人才能做的 好的各位 這次的新竹行呢 就要來到了尾聲 我其實來新竹的次數非常的少 然後出發之前大家都說 新竹很無聊耶 什麼新竹沒有很好吃耶 什麼的 但是我覺得我這次體驗完之後呢 以一個外地人的角度來看 我是玩得很開心 各位新竹人們 你們心裡面有很多很酷的東西 很好吃的食物 很有歷史的古蹟 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是你們很重要 城市裡面很特別的東西 對你們還有自信一點 你們很讚 然後我有發現其實這邊也有很多年輕人 都很努力的在發展新竹這邊的觀光 對所以就是如果你喜歡這個地方 就可以多支持他們 讓他們可以繼續經營下去 最後呢也要來感謝台灣雲四集 推薦你們可以去他的YT頻道看 上面有很多的相關案例或者是資訊 例如有店家可以用數位的系統 去管理你的倉儲進貨數據 你還可以透過數位工具去建立你的會員制度 還有你的物流系統 像這次去的租車行 如果你覺得他的轉型很優感的話 我覺得很多的中小型企業都可以嘗試看看 像我自己的店最簡單的就是有線上支付的功能 光是這件事情對店家結帳上面就非常的方便 然後對消費者來說也是一個比較方便的購物體驗 如果有想要參加的人類啊 他們現在每家企業最高補助3萬點數 然後你的購買方案的補助比例是1比1 例如你原本預計要購買3萬塊的POSE系統 那你只要支付其中的15000元 然後呢另外的15000元就會是雲四集的補助費用 今年開始呢除了中小企業之外呢 他們還開放了由稅集登記的公司就可以申請 所以如果你有經營中小企業 那台灣雲四集就推薦給你們 你們也可以去他們的官網或是YT了解更多 我們會把連結全部都放在資訊欄裡面 記得要去看喔 這支影片就到這裡囉 如果喜歡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按鈴鐺的分享還有訂閱 按小鈴鐺 我是吉利董 那在旁邊的話 喜歡唱歌的金魚腦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